哈嘍哈嘍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協黃的籃球世界 帶你每天瞭解最新 最有趣的NBA事件 忽人在今夏組成了多位老鄉的陣容之後 很多球迷也是高呼 也輕回 忽人目前陣容中有威少 甜瓜 沾黃 農媒 魔獸 阿里扎等人 可以說 這些球員都是90後球迷的青春 也有不堪好的球迷表示 忽人這是夕陽紅球隊 想要拿總冠軍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但先不提奪不奪冠 至少聯盟也會照顧這支超高收視率的球隊 話說回來了 NBA其實是一個商業聯盟 而非純粹的體育競技 所以NBA官方肯定要照顧那些收入占大頭的球隊 像當年 忽人即使沒有科比的時代 他們依然是聯盟中最賺錢的球隊前三 收入分紅 還得分給那些小城市球隊 所以照顧好自己的金主 這是NBA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麼忽人下賽季的賽程有多離譜呢 首先忽人擁有全聯盟最高的42場全美直播比賽 如果按照82場比賽來進行計算 忽人幾乎得到了超過50%的全美直播份額 也就是說 兩場比賽中就有一場是全美直播 到這裡你還會質疑忽人夕陽紅一點用都沒有了嗎 至少人家是NBA最賺錢的球隊 除此之外 還有背靠背次數最少 根據統計綠軍 下個賽季是NBA裡背靠背次數最多的球隊 而忽人 尼克斯 狼網是聯盟最少的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聯盟魔王選擇那些能夠吸引人關注的球隊 至少更少的背靠背意味著老江們會得到更多的休息時間 也算是NBA為忽人打開綠燈的 更有意思的是 在開局的前15場比賽裡 忽人只有3場比賽需要前往客廠打球 也就是說 忽人新賽季的前兩個月時間 大部分都是在主場打球 避免了老江們長途跋涉前往客廠遭遇可能的傷病問題 所以說 無論是全美直播 背靠背次數 開局賽程難度 忽人都是全聯盟最低球隊 這難道不是西洋紅球隊帶來的影響力了嗎 不得不說 如果下個賽季 忽人不奪冠 都有點對不起NBA官方的這些安排了 下個賽季 忽人對陣一些關鍵球隊的話題 估計又會讓會場非常熱鬧 特別是忽人對決狼王的比賽更是看點十足 不知道你們對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接下來讓我們再來說說忽人最新交易計劃 根據此前的報導 忽人在自由市場上 打算前一名後衛和一名側椅 好傢伙 我直呼 好傢伙 忽人後衛 都能打兩桌斗地主了 還在前後衛 而中鋒只有小加索爾和霍華德 就不想辦法補強一下 如果小加索爾和霍華德還在巔峰 那沒話說 這兩人就是最強的內線組合 但凡有一個還在巔峰 他們倆的組合也是能讓人信任的 但下在即 霍華德36歲 小加索爾37歲 兩人合起來73歲了 但凡來點傷病 忽人的內線就不用玩了 據明記Steam報導 小加索爾回歸忽人並非板上釘釘 他沒有具體透露是小加索爾改變了主意 還是忽人隊要放棄它 有球迷會問了 忽人中鋒不是不夠人嗎 還要和小加索爾分手 下在即中鋒只靠霍華德一個 話不能這樣說 小加索爾是有合同的 而且是全額保障 忽人要和他分手 就只能通過交易的辦法 而交易 就會有新的球員到來 據美媒體報導 忽人的交易對象基本鎖定 那就是魔術隊的斑八 1998年出生的斑八今年才23歲 下賽季是他新秀合同的最後一年 年薪597萬美元 今年休賽期 魔術可以和斑八提前續約 但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打算 因為他們不看好斑八的未來 斑八好慘 作為2018年的6號秀 在進入聯盟前 他被認為是下一個霍華德 有著小魔獸的稱號 斑八的身體天賦非常誘人 身高2米13 體重105公斤 B站2米39 B站2米39是什麼概念 作為對比 詹姆斯的B站也不過是2米14而已 但被魔術選中後 斑八並沒有被重點培養 三年 整整三年 斑八的場均出戰時間只有15.3分鐘 上賽季 場均出戰15.8分鐘 數據為8分 5.8籃板 1.3蓋帽 投籃命中率47% 三分球命中率32% 為什麼不給多點時間給斑八 魔術有話說 斑八身體條件出色 但持球技術粗糙 拿不住球 另外之前 魔術有五切圍棋 兩人位置重疊了 魔術沒理由放著有準全明星實力的五切圍棋 不用去鍛煉斑八 等到魔術上賽季 交易截止日 送走五切圍棋 斑八進入聯盟已經兩年半了 魔術已經開啟重建模式 新秀合同只剩一年的斑八 並不在他們的未來計劃之中 胡仁想要交易得到斑八 機會不小 但據消息人透露 胡仁只願意為斑八送出 小加索二加一個次輪簽 有一說一 這報價有些寒酸了 魔術再不重視斑八 他畢竟才23歲 身體天賦也擺在那兒 而小加索二都快退休了 這不 等雄就有一個次輪簽 就想得到斑八 按照市場下 三個次輪簽基本等於一個首輪簽 胡仁在衛少交易中得到了三個次輪簽 就不再加點價 胡仁如果能交易得到斑八 那內線就讓人放心很多了 同時 球隊整體年齡結構也會合理很多 眾所周知 胡仁現在老將偏多 但如果能得到斑八 屆時胡仁30歲以下的球員就有5人了 他們分別是28歲農梅哥 20歲霍頓塔克 26歲納恩 23歲門克 23歲斑八 另外 威少32歲 貝茲莫爾32歲 艾林頓33歲 也正在當打之年 詹姆斯 安東尼 霍瓦德 阿利扎確實老了點 但他們都不是一般人 胡仁的年齡結構一下子就合理很多了 希望胡仁能順利交易得到斑八吧 即使為此要送出三個次輪簽 邪黃認為也是值得的 最後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勇士隊 目前湯姆森已經基本商譽付出 新賽季肯定會出現在賽場上 這對於庫里來說 無疑是有很大幫助的 另外 新賽季已經簽下了伊格達拉 還有空冰加等兩名新秀球員加盟 所以勇士隊有希望進入季候賽 但是要想爭貫 並且擊敗詹姆斯領導的呼人隊 和杜蘭特哈登領導的狼王隊就更難了 巨星是奪冠的無疑途徑 著名的NBA雜誌 每日NBA爆料勇士隊在公牛隊芝加哥新請交易 一筆史詩級的交易即將誕生 這是一個七換二的大交易 公牛隊可以在交易中得到維金斯、華爾斯曼 以及新秀庫明加穆迪以及兩個未來選秀權 勇士隊可以得到公牛隊的兩大全明星 扎爾可拉文以及五千尼奇 對於公牛隊來說 本賽季已經無語無求 球隊缺乏競爭力 反倒是能夠得到維金斯、華爾斯曼、庫明加 這樣的年輕球員為未來增加競爭力 這筆交易對於公牛隊來說無比實惠 同樣的 勇士隊手裡有太多年輕球員 但是想要爭冠必須舉行抱團 扎爾可拉文 場均能夠拿下28分 五個籃板、五次助攻的數據 三分命中率達到42% 而五千尼奇作為高中鋒 場均拿下24分、12個籃板以及四次助攻 三分命中率達到40% 兩位全明星能夠很好的幫助勇士隊 進一步完善火力輸出 讓勇士隊成為壓制籃網隊 進攻火力最猛的球隊 一旦交易達成 勇士隊將會組成 庫里、格林、湯姆森、五千尼奇、扎克拉文的五巨頭 競爭力和吸引力都瞬間提升一個檔次 戰勝胡人隊挑戰籃網隊不在話下